谁说男人就不会带孩子了 这不今年暑假我带着两个孩子出来自加油了 现在我们来到了山东济南的野生动物世界 你们开心吗 开心 好嘞 我们现在准备进去啊 由于白天天气太热了 所以我们选择下午5点钟来到了这里 它有这个夜间票的 夜间票的话还便宜点 70多块钱啊 如果是白天买全天的话都要15060块钱 好 我们已经买好票了 4点以后买票就是79块9了 这也是孩子最喜欢来的地方 这里还是国家级4A级景区呢 本来以为买两张票就可以了 浩浩的话是不超1米4的 它1米2多 但是但是夜间票是不能超1米2 1米2也得买一张票 我们三个79块9啊 现在是下午的5点20分啊 他们是10点钟必远 我们可以玩4,5个小时 也差不多够用了啊 进来这里有很多的鸽子啊 进来之后的左侧 有一个商店里面全是卖这种动物的娃娃的啊 我们就不进去了 一进去肯定得少不了买一个啊 买一个又得花钱 浩浩 喜欢在这里玩吗 喜欢 好嘞 济南野生动物园它分两个区啊 一个步行游览区 还有一个乘车游览区 如果是自驾车进来的话 需要多付180块钱的这个票啊 所以我们选择的是不行进来啊 进来园区里面有很多的这种小吃店啊 这个就是游览图了 大家看一下都有哪些节目啊 第一个 迎宾秀 第二个 骑驱大巡游 骑幻马戏 激情马术 还有锦里出逃快闪秀 狐狸 嘉年华 火舞狂想 篝火狂欢 这里面的动物还是挺多的啊 大象 长颈鹿 老虎 犀牛 河马 骆驼 等等 我们准备过来坐小火车了啊 买了门票的话是免费乘坐的啊 坐小火车喽 就坐后面这个车上吧 坐这儿 坐坐坐坐 坐上坐这儿 飞飞 你们俩坐一块 好 好 坐上小火车了 我们坐这个小火车 在这个野生动物园 游一圈大概是20分钟的车程啊 先转一圈 等下我们再步行游了 我觉得既然野生动物园 还是非常人性化的啊 买完大门的票进来之后 可以免费乘坐这个小火车 小火车一路观看啊 然后车上会有详细的讲解啊 这边是骆驼啊 我觉得带孩子来野生动物园玩特别好啊 在这个园区就能见到全世界 或者是全国各地的一些动物 好好你要抓好把手啊 每走一段路 这个小火车都会停下来啊 如果想下车过来下面看的也可以的啊 没有下车的话 我们就继续的往前走 继续游览 好好 这真的假的啊 这个 这袋鼠吗 哦 这个是真的假的啊 假的啊 你真聪明一下就看出来了 我爸爸都看不出来 这边是羊头 大家看一下这里有自驾车来的啊 开的车来看的 好好你看到老虎了吗 还有非洲狮啊这里啊 他们都在休息呢今天 是不是啊 是现存别中最大的猫磕动物 熊市的头部较大 远景不宽 啊这里是严谨线车的啊 因为都是猛兽 这个是什么熊吧应该讲 中熊 中熊 刚刚坐小火车转了一圈 但是时间有点快啊 有点像走马光花样 我们还是得步行啊 到步行暖区 慢慢的逛一下啊 大家看一下这几个这点 如果不看拼的话 还真的不认识啊 最佳观赏点 好好来站这里看 你看 这最佳观赏点 这就是白天鹅了 鹅就是鹅啊 比鸭要大很多啊 这个野生动物园好是好 就是太大了 孩子吵得走累了 不想走了 好好 我们既然来了啊 就慢慢的来欣赏这些动物好吗 嗯 呵呵 菲菲你累不累 也累吗 那能啥想法啊 嗯 就慢慢走走呗 会觉得没事 出来都带着弄味了啊 对 走不动了 那搅个动作 搅个动作 搅个动作 我走了多少步啊 你还说才走过几步 你累吗 嗯 来来 车车车过来 过来 嗯 他们想坐这区内的观光车 观光车是要收费的20块钱一个人啊 所以就没坐 我想的是带他们慢慢的逛一下啊 加油 加油 好嘞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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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去看马戏团了 走 哈哈哈 加油好 你是最棒的好啊 你是最棒的好 要不我抱着你吧 要不要抱你 嗯 抱不到 好 慢点慢点 歇会儿歇会儿 这里是马戏剧场 来 从这边进来 里面正在表演呢 赶紧走 好好好 过来 过来 已经在表演了 走 下一支不第一排走 第一排走 第一排 为右边 为 我们来晚了 还没看就结束了 不知道还有没有下一场 买票 不用买票这里 问一下还有没有下一场 真的很遗憾 刚才在那里休息了一会儿 来看马戏团了 刚进来看了两分钟就结束了 看来还是得早点来比较好 这园区太大了 孩子都吵得又累了 费费 既然来了 真的好好逛一下 真的叫这个票的价值发挥出来 浩浩 浩浩 走了 我们一起走了 好 好 拆在那儿走 来 爸爸拆在那儿走 等你等你 草原风情部落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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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刚在这个草原风情部落门口 看了这些蒙古族的同胞跳完舞之后 然后现在就可以进到 它里面这个园区了 有很多的蒙古包 而且在赛马 带大家看一下 他们能歌善舞 来 上来 来 这里好像咱们能上是吧 不能上 在这看 哎 你是不是也喜欢看这个表演啊 应该是没有了 你看现在都散场了 现在已经是晚上的8点钟了 带孩子在里面逛了两个多小时 看了很多的表演啊 也看了部分的动物 总之的话 这个景点还是非常值得玩的 门票不贵啊 下午4点以后79块9 还有很多的节目看 性价比还是蛮高的 孩子们也玩得特别开心